四點幾夜加了唐陽雞套餐 想吃牛雞雙拼音 外送先叫起司牛丼 再花八十加點唐陽炸雞 開吃嚇到了 唐陽雞套餐 只有一塊 客人吃剩的 小小紙盒就只放一塊炸雞 一塊炸雞配迷迷飲料要八十 是你接受嗎 超粉 這如果加五塊差不多 不服期待啊 CV值很低啊 就留言以心好評 這個是八十塊的啊 稍微 欸有點少 但就買到就沒辦法 投訴民眾點吉野家起司牛丼 指控份量少到 向內用客吃剩的炸雞 外帶打包 氣到發文抱怨 炸雞份量如何拿捏 是隨機還是標配 照著投訴人點的套餐 實際買來看 起司牛丼 加購台湾炸雞飲料 一份快三百塊 炸雞真的只有一塊 和競爭對手比一比 同樣賣起司牛丼 扣掉飲料 吉野家一塊炸雞六十 size比較大 反觀Sukia 兩塊炸雞加味噌湯六十 炸雞相對小塊 但份量價錢 平台都有附註 清除名料 我當然是選擇量多的 畢竟它已經寫少 迷碼標註了 這我心甘情願買 吉野家回應 不論是外帶還是內用 同一規格 炸雞含飲料就買八十 強調炸雞選用雞腿肉 品質並不差 但至少價錢 份量得列清楚 降低期待感落差 也減少 消費糾紛 靜新聞 林坤凱 水旺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